用说印度是个奇葩的国度 像是指挥交通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就好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交警 他被印度称之为最迷人的交通警察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看完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伍兹也是没谁了 不过呢我们也就看着好笑 但这伍兹的背后却有着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Sing原本打算成为一名舞者 但是他的两个好朋友先后在交通事故中失去了生命 后来他就想成为一名交警 在印加尔六年的执勤生涯中 他找到了平衡工作和跳舞的方式 也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他表示比起简单枯燥的来回在斑马县道路中间走 一边走太空步一边执勤 会让不少路人惊奇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对于引导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也能用这种方式鼓励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Sing的行为不仅激励了他的同事 在脸书上还收获了粉丝 在印度更是有不少新进交警崇拜着他 当地政府和一些私人组织也对他提出了表扬 不管是这种有趣的方式 还是他兢兢业业安分的执勤方式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培养交通安全意识 Sing也用他的方式鼓励更多的人遵守交通规则